打开出舱舱门前状态确认正常 后续按计划打开出舱舱门 开始出舱活动 13点45分 身着蓝色条纹舱外服的航天员 景海鹏打开了出舱舱门 神州16号报告 重要已出舱 感觉良好 四度飞天的航天员景海鹏 从神州7号时舱内配合 到此次出舱活动 用15年的执着坚守 圆了太空漫步的梦想 神州16号报告 共聊已出舱 感觉良好 航天员朱扬柱 身着黄色条纹舱外服 随后也顺利出舱 成为我国首个出舱活动的 航天飞行工程师 此次出舱活动 由航天员贵海潮 在舱内支持 主要负责机械臂的操控 通过我们身后的大屏幕可以看到 两名航天员刚才已经完成了 核心舱的全景相机臂的载轨支架安装和抬升的操作 那么这个相机它的拍摄视角 主要是朝向地球的方向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在约8小时的出舱活动中 航天员景海鹏在机械臂支持下停靠了30多个点位 航天员朱扬柱在舱壁攀爬了100多个舱壁扶手 这次任务呢就是任务量比较多 它因为有四个作业点 分别分布在核心舱 还有一个是在梦田舱 所以路径也比较远 尤其是舱外自主转移那边航天员 它会那个舱外这个走的路线会很长 21点40分 在地面工作人员的协同配合下 神舟16号航天员程组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全部既定任务 航天员景海鹏 朱阳柱 安全返回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根据计划 后续航天员程组 还将开展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 参与完成多次应用载荷出舱安装任务 请不吝点赞订阅